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彩虹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很快到了六月份了 中美贸易战进入了新阶段 北京开始反击 除了加关税之外 还打算要限制稀土的出口 而美国围堵华为 为什么台积电老神在在 可以继续供货呢 以及金正恩 上一次被川普把雷到之后 看来怒气未消 传出他把负责协调 川经会的官员杀了 把他的妹妹抓去关了 果然是六亲不认了 另外还有这个韩国瑜 在周末北上凯道造势 下了一场大雨 莫非老天也在为他哭泣呢 韩流能否再起重要的观察指标 来介绍为您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 美欧所的研究员 严正生 严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主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先来 从这一场辩论会开始聊起 据说这场辩论 全球超过两亿人次关注 很多人都在看 原来预计是一场激烈的辩论 但全部看完之后发现 没有火花 感觉比较像是一个访谈 而且大部分是美国的主播 对于中国大陆的主播在提问 我们来看这个 其实他们长达20多分钟的辩论内容 有关于美洲贸易战的细节呢 我是全程都看了 就连他们事前 在互相彼此 在放话呛瞎的时候呢 我也全部去找了片段 把他看完了 小弟只有一个点评跟评论 就是当 这个美国的女主播 Reagan讲到 Well I'm just an American girl 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后来特别去了解一下他的年纪 四十六七岁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部分呢 比较像是川普所讲的 fake news 假新闻 四十六七岁如果是girl的话 三位来宾就是big boy 对 没有错 但是我要请教三位来宾就是 从一开始很呛吓 很呛吓的那个互呛 到了在他们丢阶问题的时候 变得有点温良攻减让 所以老大 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看这场 本来号称是辩论的访谈 当然你就先看起因的话 就是从5月14号 这个美国这个雷根 他就是说他三次骂这个 中国偷了美国那个 他骂的内容是一回事 他那个表情 他那个表情呢 真的是很夸张的 就很少看到主播这样 表报答一个事情 那这样呢 当然是这个 这个那刘一新看的 他在22号呢 他就开始就 有点反讽 那年逢着他 你根本就是川普的这个 传话筒啊什么的这样子 结果这个时候呢 那当然先是雷根下站铁 雷根说我愿意跟你那个编论 结果下站铁 结果反而是刘欣单刀附会 那刘欣在单刀附会的时候 在前面啊 你要知道美国有很多 就反对政府的那种 华人小媒体啊 包括个体户了 那那个时候就对刘欣做了 很不友善的 牵涉他隐私权的事情 就他的孩子啊 他的什么东西啊 他婚姻啊 那不管那个怎么样 他对人家总是心理压力嘛 所以当时刘欣去单刀附会的时候 是蛮替他有点担心的 我当时都很替他担心 因为我在大 我是当过辩论队的教练了 我们最怕演讲比赛冠军 因为演讲比赛他注重封路 刘欣的这个战功显赫 最难过冠军了 可以说最后改成这个 我想应该是双方的 开始是偶然 他们忽然要辩论了 那后来可能就是有些力量加进来 就是把这个事情要那个 因为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他觉得说跟美国暴力啊 他觉得他中间有三大 三大这个劣势 中间有个劣势 就是美国有很多盟邦 但是呢所以话语权占美国 所以中国很多东西没有话语权 所以如果刘欣在这一场呢 能够发挥一点话语权的话 对这个是一个好处 所以你认为本来一开始是互相呛的 但后来有一些力量 但是后来都感觉到 最起码事情大条啊 这个事情一变 变的话可能说 所以最后会变成一个 稍微是一个文良公俭让的方式 你说美中 包括他们自己媒体的高层 都有先瞧过一下 可能不要那么的 也可能就是说 辣那么辣的辩论 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再 因为双方都很清楚这个撞车理论嘛 两边要对抗是撞车 谁慢下来谁被撞得很惨 但是谁都不让下来这又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 尽量可以让大家都这个缓 缓刹车的情况嘛 所以会有这个一个情形 那么所以这个给刘欣 我给你写个打油诗啊 来 美国主播先骂人 大陆主播齐克人 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的网友 就是看了这个雷根骂中国的镜头 那下面好多 给刘欣一万个赞 给刘欣多少赞 这有很多啊 那雷根叫政来辩论 叫辩论是雷根叫的 那刘欣单刀附敌政 他一个人到辅事 因为这个就等于人家在安排的场地 人家在安排的评论员 那他又前面又背一些 把他的隐私权公开啊 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去啊 所以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看报道 跟你看现场是不一样的 现场人的这个表情语言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表情语言上面 我觉得刘欣是成功的 怎么说 因为他表现的一个风度 跟一个冷静 是比较那个 那雷根有时候太过激烈一点 尤其依中国人来看的话 以中国大陆人来看的话 就是当然他觉得不够激烈了 但是我是觉得说依他的立场 跟现在的一个情况激烈不见得 激动冲动不能让对方感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所以老大提到一个重点 可能是包括双方媒体自己的高层 也评估过 如果真的是火车相撞之后 如果全球的 不管是拥护各企组的一些网友 发动一些抵制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媒体 本身的经营可能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就干脆这个依旧让他上演 他不能不变 但是变成是一个访谈 但是呢就让他这个 但不是激变 对对对 不是 还号召要有第二集 不过第二集续集会比第一集精彩吗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一次很多人说 其实看到没有那么多的火花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中国大陆的主播 可以去直接接受人家访问 这一定也是由北京高层的一些 受益的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让他成真 要不然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为什么北京高层会受益呢 大部分媒体 或者是大部分的解读都认为说 就像刚才老大所提到的 这是一次让透过了刘欣的嘴 可以正式把一些大陆官方的一些立场 直接向美国民众说明的一个机会 如果是以这个作为前提出发的话 请教三位来宾 你认为这个目的有达到吗 Yes or no 圈或差 两位认为是有 老大也认为有 那我请教老师了 真的有吗 因为在当天辩论之后 我有去看美国相关的媒体报导 其实他们的 号称两亿人次关注这个辩论 但大部分是大陆网友居多了 美国的主流媒体 因为这个FOX 毕竟跟CNN或其他媒体是竞争对手 报导篇幅没那么大 因为别的媒体都反正认为 FOX就是川普的中央视嘛 所以这个是两个 等于是支持各自为主的人在辩论 而不是真正比较客观的来辩论 所以我认为像CNN这种就是 大概就是报道 那天全都在报穆勒的 对 就在报穆勒的事情 就不会这么重视这个 那我自己认为 我也看了一下全场 我认为刘欣一开头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Trish Reagan 他指控刘欣说 他们央视是共产党的什么什么 他先 我不是共产党员 他一开头就很凶 他说就打断他的话 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然后就说我是一个journalist 哇 一讲这句话 好像就说我是客观的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 这个这个新闻从事人员的话 那我应该是有我的专业的 我觉得他从这个角度出发 然后他讲了一些数据之后 我看到的表情是 看到这个Reagan的表情是 他大概自己的东西 能够讲的只是一些指控的东西 或者人家提供他 譬如这个跑马灯出来的 说有哪些公司违反什么东西 但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如鼠加征 像刘欣一样讲出多少多少数据的东西 所以大概这个访问他就比较 就是算是很 这个什么云淡风轻就带过去了 其实一开始呢 开火全都在Reagan那边了 因为他都在提问 刘欣大部分在回答问题居多 但是因为他提问的过程当中 一些相关的数据 并有没有那么的精细 反而就提问就力道更弱了一些 这个有续集 据说又再校正要不要再约一次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没有 刘欣有邀请他 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 对不对 上节目 我们也可以啊 第二集会不会陈真还不知道 对 不过第一集显然是雷声大 但雨点有点小了一些 太小了 不过我们回到他们两个人辩论的一个中心点 这不是辩论再讲一次 不叫辩论 访谈 回到他们两个人讲的中心点 就是美中贸易战所衍生的相关的科技战 有一个新的消息 包括了Wi-Fi联盟 蓝牙联盟跟JEDC协会 已经恢复华为成员的资格 这个国际标准联盟 看到好几个 都恢复了华为的资格 等于有一点 间接的把川普之前讲说华为很危险啊 他对于 军事跟国防都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 有点打脸的味道 我请教一下委员 为什么这些国际联盟会恢复他的成员资格 不因为国际的这些产业标准联盟 他不是美国政府的组织啊 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嘛 所以专业打脸美国政府吗 我当然是这个意思啊 那就是说我专业不能接受政治干涉嘛 那如果说人家是用专业的角度 那人家当然会联想到很多事啦 比如说英国 英国对华为就是说我们会认真来 检视他有没有的安全问题 那英国最近也启用华为啊 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华为在那个杜拜 那个高塔做那个P30登场的广告 那杜拜也跟华为签了一个很大的约 听说有500亿啦 那马来西亚马哈迪也公开讲 说他就是要继续用华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最近上有一些新闻啊 是在专业上有点打了川普的脸 所以川普就说他很危险啊 可是很多国家都不信啊 那我觉得前面我们回到那个辩论啊 那个事实上不是辩论啊 那个是美国一个女记者很尖锐的访问 央视那个记者啦 他用尖锐的方式访问他 我倒觉得尖锐的程度跟一般台湾记者的提问来相比的话 还是差啦 也还好啦 也还好 也就有见面三分情的感觉 那我认为啊因为 毕竟央视的记者啊 他政府报告是我估计是滚瓜烂熟啦 那中国商务部每年都有对美的贸易评估报告嘛 2019年才刚出来 我估计刘欣应该是读过的啦 那Trix Reagan没有这种东西啊 所以他都是指控的啦 那指控的就是个案 那他就很容易被刘欣轻描 用总体数字就把你打回去了 比如说他说你哪里 因为他没有相对应的数据 就总体的 总体面的东西啊 比如说你说你哪里哪里有侵权啊 被告啊 还成立罪嫌啊等等啊 那刘欣就说那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 那美国也有很多国家互相告来告去啊 也有丞案的case啊 那那个Trix就撒住了啊 他就知道要怎么讲下去了 我觉得很多啦还有 因为中国的立场有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站得住啦 就是说 这个贸易不应该用制裁关税的方式 用这样来扼打 这样两方都商嘛 你应该是透过比如说WTO啦 国际组织来调节啦等等 或者我们互相共同减税 共创力多 这个一听多月了啊 那Trix怎么接下去呢 所以我是觉得 刘欣坦白讲他是半个政府发言人 那Trix不是啦 所以就纯民间的记者 他已经被归类成是川普发言人了 对可是就是基本上 他们的训练是不一样的 你作为央视的主播要讲这种事啊 那他也知道大概大陆会有多少人看你嘛 所以他势必商务部啦 方方面面的报告一定是要看的 是 刚刚我也提到一点啦 其实川普这次看 在禁止华为这个事情上面呢 已经就被这么多的国际联盟给打脸了 人家是专业的评估嘛 老师跟你请教 但是被打脸又如何 川普照样加关税 照样用行政兵力 要照样其他的方式就是要围堵你 但即便是被看穿手脚他照干 没差别对他们来讲 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些国际的这些组织 然后订定规则的 那我在别的地方我也谈过 就是什么叫做霸权 霸权就是制定规则 那华为今天刚好就在5G这边 在很多地方他是霸权了 所以他在制定规则 那今天美国根本还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跟他竞争的时候 美国要求这个组织 就是要把华为弄 那当然不可能 人家就是在帮忙这些组织 在制定新的规则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 有的时候对国际组织 对一些这种 我们讲说叫做regime 就是一个规制 他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才会犯这个错误 他不了解而且他不理会 他不理会 那现在为什么刚才你说 这川普照做 川普现在就堵得 因为美国的经济还不错 失业率非常的低 所以他觉得我怎么恶搞 包括这个提高关税 包括这个就是 对这个 就要准备 对墨西哥也要再增加 新的关税 等等 这一些的动作 他就好像没有撼动 我美国的经济 所以当然 现在最近股票是有些跌 可是如果今天 失业率升高了 发现他的这个 现在是有一些农业州 对他的出口农业到中国市场 农产品到中国市场 受到了一些打击以后 开始也在反映在 跟川普这边有一些反映了很多 包括很多的参议员 来自于这个地区的 都有些切割 但是问题是 没有人敢真正挑战他 到目前为止 党内只有一个共和党 在这个密西根的一个众议员 说穆勒的报告对他是不利的 然后说他是有撒谎 那如果说这些都是真的话 就表示说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当那只老鼠 把那个鳞系到猫上的 那川普当然就为所欲为 你看他可以完全不理他的幕僚 专业的这个建议 他也可以不理这些其他的 这些政治人物 因为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想要挑战我 我一定会放支持我的人 去你那个州去选初选 把你弄掉 所以我现在认为他就是一个 经济OK 民调还可以 民调还可以的时候 他就 他就是为所欲为了 就是你真的是 没办法来控制住他 那也有可能他今天 你看他在日本也好 在哪里也好 每天还是在看美国国内 还在看FOX 还在看那些人家对他的批判 所以他不是在专心国家大事 他是在专心自己的人 对 听说他在空军号上面 就是锁定 看FOX的跑马灯 有谁在骂他 他要在他的官员立刻去做回应 不过接下来这会不会伤到他 因为要反制华为的经历 现在北京看到反击了 要拟定建立一个 不可靠实体的清单制度 这里以后会罗列出来的 可能是包括了企业 或包括很多的机构 还有个人 还有个人 所以我以为你来看这个 接下来 因为这个 传出这个消息 不可靠的实体清单制度 一传出来之后 道群就跌了 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打到川普吗 刚好 北京也是有点故意啦 他故意在5月31号宣布 那川普那个就是6月1号到期 是 2000亿的那个货品加税 那刚好同一天又发生墨西哥 川普说要加5%的税 而且要连续加到25 连续5个月 加到10月份25 对吧 加到25 所以等于是双重利空啦 所以昨天道群跌了350几点嘛 这个还要看他具体措施要怎么进行 坦白讲我觉得他是呼应 川普诉诸1976年那个NEA 就是国家紧急状态法律 如果你可以用这种紧急状态 那谁被你点名说这个就是不可靠的公司 那你就可为所欲为 那就使得所有的商务协议 甚至包括这是墨西哥这个 这严重破坏 他跟加拿大墨西哥刚签的那个国际协议啊 变成让法律跟协议都处于不确定状态嘛 而且这个墨西哥他也讲了 就是说 也不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他认为说你墨西哥没有管好非法移民 然后来惩罚这个 可是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 这个实在太荒唐了 不过我们回到这个议题啦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看 大陆到底要练哪一些实体或个人 作为第一阶段的名单 因为 有一些人就说 美国确实有很多半导体商 有的在第一时间就说 我想应政府措施 有的就不讲话 那北京是不是有 觉察出这个细微的区别 然后来做差别对待 因为我觉得他第一拳要去打谷歌 那个可能性不高 因为Google毕竟 华为国内也有对手也在用 比如说小米啊 中兴啊 OPPO啊 而且他跟Google 未来还是有长期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他我就很好奇他会列出什么样的 企业跟个人 老大你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 因为在北京的媒体上面讲说 物为言之不欲 你就基本上要打的话就放马过来吧 你觉得北京Ready了吗 因为据说不管是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不可靠的实体清单之外 包括了稀土 包括了关税 感觉上北京的动作 开始变多了 你这个 你假如研究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要战略确定 他的战术绝对是准备充分 这是你一定要了解的 所以他不管损失多少 他最后战略目标一定要达到 所谓的战略是跟美国是让 还是打 但现在目前看到 他对美国是准备要打 不要忘了 7年8月 有一个好像民间出来的文章 叫中国大陆四个没想到 没有想到这个 美国对中国是这么恨 没有想到川普这么狠 没有想到这两党竟然一起那个 这个不是民间的文章 大陆党中央是发到各地去的 那到现在经过这十个月 你看这次来 14号到21号 人民日报八篇 一个叫终身的文章 他的文章是一天一篇 就是这些怪论可以修 什么怪论 中国技术有害 这个你可以不必再讲了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 你可以不必再讲 美国吃亏之论 他是连续八天 然后昨天 人民日报要文版整版 他是九个论点 美国必将失败 他讲了九个论点必将失败 所以呢就是他整个来讲就是说 他呢都已经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缺点 他知道美国的优点 是第一个 美国的市场是不错的 很大的很吸引人的 第二个美国呢他是这个美元主导 然后呢美国呢他有话语主导权 但是他自己 他大陆的他自己感觉 因为他的机制 他可以不能说伸缩自如 就他整个在韧性 是比较强的 第二个他有大量的美国的债 另外一个注意 美国要社会安定 三分之一所需要的廉价民生物品 是靠中国大陆 如果你一去逼得这些东西 涨价的话 这三分之一会生活不安定的 刚 所以他呢 所以他是已经吃力走出来 就准备就说 那就大家来较量吧 所以他应该是 所以你看他的文宣先 先心理战 然后这个刘欣这件事情 也正好也借此呢 弄了一个话语权 一般人不关心 关心中美对抗的 会看这个节目 北京方面战略确定就是 打 那战术部分呢 我们回来聊六月份开程了 现在大陆也对于美国的商品 展开了增加关税之外 稀土战上路了吗 回来聊 下来我们聊到美中贸易战 科技战 北京的策略 已经战略上面确定了 就是打 那打的话 哪些战术呢 其实很多有机可循呢 我们节目之前在五月份也聊过 当时习近平跟刘鹤一块去 视察了江西的稀土产业 在那一刻很多媒体 包括我们的节目也解读 就是刘鹤这次去谈判 不管成不成 习近平是挺他的 因为跟习近平一块去看了 稀土产业 那接下来 稀土可能 现在看起来的确也是如此 会变成北京的一个武器之一了 彭博社有个报导说 北京已经准备好 拟定好稀土出口限制计划 随时这计划都可以上路实施 所以我要请教三位来宾 接下来稀土战会发生吗 怎么看 Yes or No 三位都 老大给你请教 为什么不会 不过在你 一般一般 要看一般 因为这个稀土战 那等于就是一个 等于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原子弹 因为这个等于是翻脸 就是翻脸 还有要动 你就是要牵制到美国 还有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你对美国稀土 看日本 你会不会跟日本也动稀土战 而日本在哪一边 因为你现在中国大陆 它假设跟美国发生稀土 它的受伤不会很大 那跟日本它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大陆很多东西它是组装 它的品牌是大陆的 什么是大陆的 可是中间有些重要的核心 是日本的基础 如果日本把这个也给你抵制 你稀土不给我 这个也不给你的话 那两个会不会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 不到不得已不会出手 所以我是说可能很不可能 就看双方是要 不到不得已不出手 不过现在告诉你 我有准备 我一定要准备 我有必须站的准备 为什么这个稀土 对于美国来讲重要 尤其来自于中国大陆 大家看一下 80%美国的稀土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虽然说中国大陆的稀土 这个蕴含量 并不是有到80%那么的高 但是产量来说的话 大陆是最高的 因为这是一个属于高度 污染的一个产业 那美国怎么样用这个稀土呢 催化距60% 还有至今应用合金10% 这个稀土当中 有轻稀土跟重稀土两类 那重稀土的应用层面就更广了 包括了像是汽车 显示荧幕科技 民生消费都用得到 请教一下委员 如果真的这个稀土变成北京的一个 限制出口的一个产业的话 对美国来讲 影响多大 因为这个稀土产业链 没有办法一夕之间 找到其他的替代的地方 我也 其实就和美国具体制法 华为一样嘛 就是因为美国是先体制中心嘛 结果就产生了将近一年的 倍量期啦 所以听说华为的这个倍量 有关半导体的部分啦 有将近一年的使用量 那因为2010年 中国对日本搞过稀土战嘛 那个那时候是钓鱼岛的那个争议 那日本就立刻投降了啦 因为他受不了 可是美国就看到啦 所以美国也开始倍量 你知道吧 从去年就开始有倍了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所以美国一般估计 他的稀土的倍量 应该也有一年左右 所以我的意思说 那种冲击都不是立即发生的 只是说 会产生一个动荡这样啦 那老大讲的是对的啦 那老大讲的是对的啦 就是说 那个日本因为受到冲击嘛 所以日本有一些企业 就开始做科技突破了 比较最明显的就是信越化学 信越化学他就开始 做一些科技的改良 那使用稀土的量 就减到三分之一 可是还是要用稀土 只是用的量就减少 丰田汽车也是 那美国大概比较没有经过这个科技突破这个过程 因为日本本来就危机意识比较高 可是中国为什么迟迟不用这一招 有两个原因啦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会伤到美国的高科技业 可是美国的高科技业一旦停下来 那事实上他后面的供应链 日本和韩国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他没有办法单独只打美国 他也会打到日本跟韩国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他就估计说 我这样好像伤其无辜太大 所以他可能 所以我说 即使他为了要公布这个稀土抵制 他是不是针对美国某些企业 我不是全面的啦 商量日韩对于 北京自己的产业不是也更好吗 可是他不想得罪啊 他只想认为说这是美国对不起我啊 我并没有要跟其他国家开战啊 有道义啊 不这个就是 你美国在对墨西哥对印度对日本 那我中国不是啊 我只对你美国啊 他是想凸显这个角色啦 那第二个就是 他正在WTO打官司 他凸显的就是说 美国你违反了这个贸易制裁 你违反WTO的法令嘛 那如果他也诉诸稀土 那他不是理由都站不住脚 所以他 我觉得他有这个慎重的考量 我刚提到了 不管是华为或是美国现在 有可能被北京这个 限制稀土影响的一些产业 但是双方 早在一年前 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都预料到 可能会有今天 所以被料 都有一段时间了 不会有立即性的影响 但是 对于投资人来讲 最敏感的影响就是股市的涨跌了 对 股市的涨跌 费成半导体 这个月 我应该说是5月 不是现在已经6月份了 费成半导体只是5月份 暴跌16.7% 这是十年来 单月最大的跌幅 华为 华为对 然后我们在周末接到的消息 就是美国对于 墨西哥的汽车也加了关税之后 在周五收盘之前 又跌了354点 然后取消印度优惠贸易的待遇 川普是印度墨西哥 中国大陆全面 遍地开花的点火 老师你觉得川普 他还好 欧洲汽车是暂缓 对 川普还好吗 我认为就是他 应该听听他幕僚的建议 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是中国大陆 那你为什么要去把旁边 有可能成为你的战友的人 一起得罪过 而且他现在印太 印太他不是要搞印太吗 对 连印度要取消 这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这个川普这个人 他的思维是很奇怪的 就是他认为 他一个人可以打骗全部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过去美国总统 大概在冷战之后 大概都知道 所以从老布希开始 到克林顿 到小布希 到欧巴马 都还很在乎 所谓的这个 coalition 就是我跟你们一起合作 我的合作伙伴 然后甚至当小布希 在进军伊拉克的时候 他认为说 有些伙伴不愿意 没有关系 他说我们就叫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就是你愿意来就来 但没有一个总统 美国总统 像川普一样 我准备跟你们全面开战 每一个都 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真的是 美国最好的朋友 对不对 墨西哥 像这一次加税的问题也是 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东西 你说他因为阻挡宏都拉斯 这些中美洲的这个难民涌进 这个美国不力 所以你去惩罚他 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 有啦 盖长城目前不愿意 负担一些他也不高兴 他也不高兴 那可是我回头讲到那个 勿什么未言之不欲 这句话大概就是我们英文讲说 不要说我没跟你警告过 我已经讲过这句话了 那我觉得像这个稀土站等等 其实大陆老早 包括你看 人民大学这个 国际关系员服务院长 金灿龙老早之前也讲过 所以大陆的意思就是说 我该跟你讲的 我已经忍到可无可忍 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会跟你先讲了 那这句话 你如果上网去查一下 大家都会说 哎 中国大陆过去很少用这个 外交辞令用到这个时候 就打仗 就开仗前 对印度 对这个 当时的苏联 就现在俄罗斯的珍宝岛事件 然后后来的对越南 都是真正军事冲突了 所以这句话不能被轻估 包括所有美国的 就是说比较 政策的分析家都觉得说 大陆这次是完真的 如果放话放得这么狠的话 嗯 如果说真的是 放话到这个阶段 下一步就要打的话 有帮我补充一下 岩教授 我觉得时间点 因为虽然是6月1号开征 那2000亿美元的货物货品税 可是船大概是6月10号到 那就是说开始有感觉了啦 真的加征了 那美国6月15号 就要针对3250亿美元 那个要不要加征 要做决定 要开听证会 那个时候就要开听证会了 那如果说川普在听证会开到 比如说20号 就宣布说这3250亿 也要再加码 那我觉得中国大概就出手了 真的出手那一刻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 或北京大陆来讲 应该是要更凝聚一些 全国议事或者是民族 我觉得他老早已经在做了 好 但是这个时间点有一个人讲话了 任正非 任正非 如果北京说 接下来呢 号召全中国大陆消费者 抵制苹果的话 任正非应该是开心的 对不对 但他怎么讲 他说 中国报复苹果 绝对不会发生 如果发生的话 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说华为是个商品 你喜欢就用 不喜欢就不要用 不要跟政治挂上钩 不能够煽动民族主义 老大你认为任正非这样讲 什么意思 我其实本来我不太认识这个人 但是因为华为在这样 我好好详细研究了他很久 所以我觉得说 我认为他会打赢 第一个就是他到现在为止 这个日本战国史专家 讲过一句话 谁会赢 淡定 坚定 笃定的人会赢 淡定 坚定 笃定 你看他这个很大事 相反的你有沒有注意到 这个川普洗路不定 摇摆不定 举气不定 那他还有一个他非常漂亮 你看他先开始有讲一句话 说美国与美国政客不一样 他前面就有讲过 然后政客与美国企业不一样 他有讲这句话 然后他的战略是什么 就说因为美国政府欺负我一个企业 那我不要 我们的政府也去欺负美国的企业 那这句话用什么来解释 我一个打游师来解释 华为告的是政府 同行权益得维护 是非先得搞清楚 立场才能站得住 所以他是以这个来站立场 而且他在告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是非常 我们读法律的人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 叫禁令 就是你禁止命令 禁令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 就你发个禁止命令 大家还没有 怎么办你就用这个呢 这是一个暴政 这就像你民进党发个禁令 不给那个 你发个禁令 不准那个马英九不登记到大陆 这个也是 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 但是不是你 是你不会做这种事 我是说这个 那台妹 他讲这个 禁令就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 这句话是很有那个的 然后他另外一方面又占了很大大的 我不因为要打赢官司 你报复我 我不报复你 我要考虑是非在哪里 老大说这个 华为告的是 美国的政府违宪的部分 所以他把他 所以他同行的权益要维护 第一个讲同行要维护 同行的权益要保护嘛 不要让他受无妄之灾嘛 对不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边一讲 是不是让这些整个所有的企业 包括其他国家的企业 是不是慢慢倒向谁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漂亮 其实他在做国际舆论战 就表示说他这样对我 可是我没有对评论 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知道 以前是话语前在美国 以德抱怨 话语前在美国嘛 对 现在要慢慢把话语前拿回来嘛 OK 老师 这张照片被拍到 美国陷阱这本书出现在他的桌上 有可以安排的痕迹吗 当然有 就是而且这个 这是一个法国的人 Oston 他自己就是说 姐姐他们法国这个 被美国故意惩罚 说你跟什么通敌 来 然后最后 他就说大部分美国都会 欲加之罪 何患无 何患无 case 就他一定会找到 case把你打掉 那这个就是你跟美国 就是美国不会让任何 不能容忍任何的企业 做挑战他的这个霸权的地位 所以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那也让这个华为看到 就是说过去法国这个例子 那今天很可能华为就是 那可是我觉得当记者去访问或什么 我觉得最让我 刚才老大讲的 最让我觉得任正非放话 放得最棒的就是说 讲到孟晚舟 对不对 在现在放 她说现在在读书 可能被关的期间 会读一个博士 哇 我觉得老美一定想不到 就是说 淡定 这么淡定 讲的话你看 还可以在里头继续获取新的知识 那这种观念 我觉得美国人就 你一旦就做很激动的抗议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 美国人就觉得 抓到了 问题 可是他这么淡定 真的很难处理 以柔克刚 委员刚刚提到 你觉得任正非现在在打一个国际舆论战 你觉得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吗 当然成功 因为美国的媒体 还有学界 产业界人士 还是有很多人是公道的 他对川普这样恶搞 并不同意 那比如说 他对苹果立场是这样 然后他现在在告美国政府 是不是有违宪的部分 那美国人也会去看说 这个是不是过头了 而且你是针对单一企业 而且你对他产业的 危险的认定标准 国际的同业也不同意啊 那怎么是你说了就算呢 所以显然 台积电也可以明辨是非吗 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他对华为旗下的海思 是一个主要的供应商 目前 维持这场出货 我们刚上段也特别提到 其实台积电在去年 就对于这个 华为他们其他的子公司 订单量是有增加的 所以今年台积电 第一季第二季表现得很不错 那其实你去解构 台积电的客户 包括了苹果 包括了华为 都是他客户 那不管怎么样 他几率出货 两边贸易战怎么打 台积电都是获利的 我们把几个点列给大家看 海外市场如果 华为真的崩盘的话 激起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拒买苹果 力挺华为 那中国市场反增20% 台积电连营收 其实影响没那么大 因为他还有很大的客户 22%是苹果的厂商 那海外营收 如果照到苹果全部接收 一支iPhone平均贡献给台积电 营收是一支华为手机的两倍 所以台积电还是赚 不管怎么算 我觉得台积电他们的高层讲的说 我们是Everybody's Foundry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注解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所有这些客户 手机客户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供应商 铸铁厂 我以为你来看这个台积电 即便是美国下的禁令 即便是好像蔡政府表面上 跟美国政府是比较结合的 但是台积电跟美国也很好 台积电就是不管 business is business 其实他没有不管 他是两边都有打招呼 都有管 然后他有跟美国说 他计算的方式是这样 说并没有超过25% 所以他并没有违规 没有违反你美国法令 所以他事实上 要继续对华为出货 他是有跟美国打招呼的 那美国也没话讲 坦白讲华为真正的软热是在台积电 因为 IC设计的耗时下单 就是要在这边制造 那华为因为他的这个 良率最高嘛 品质也最好 那能够做最高阶的晶片 就是他嘛 他是最厉害的 所以他事实上 在南京设厂 那个30亿台币那个 那个基本上也是 30亿美金啊 基本上也是供应给华为为主 所以华为是很需要台积电 我说实在话 可是台积电就不愿意 用政治理由来阻挡客户嘛 他说你一定要 业界要能够证明一些什么 那如果说你是美国政府下令 那我就算一算我的技术含量 到底有没有超过25%是美国供应的 那他算一算没有啊 他说我美国技术的含量只有十几%啊 所以我 我去供应给华为 我是没有违反美国华为 我以为你自己观察啊 如果说这是华为啊 被川普这样掐 但是 没有被掐挂了 没有真的窒息 那美国就麻烦了 接下来华为 会不会直接脱胎换股 直接进化 当然会 直接进化 到另外一个层级了 到另外一个层级 事实上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发展 那个取代安卓那个鸿蒙OS啊 我觉得华为很聪明啊 他未来发展的鸿蒙跟安卓是相容的 然后他还说 他说 这个 以后你在我鸿蒙上使用安卓的APP 效能还可以提高30% 你回头再找我合作 你还是OK的 我就说安卓的东西都可以在我这里用 那当然就是说谷歌要不要提示他啦 对 说这个Gmail啦 YouTube啦 是不是不能用 这个比较要命啊 可是如果是纯就OS的效能啊 嗯 坦白讲鸿蒙 不会输美国啦 嗯 这个部分我认为华为不是问题 其实海内外皆然啊 你只要放出一个标准去看 如果真的企业很多时候真的 全部都要去follow政府的一个政策去配合的话 下场其实都不太乐观啊 嗯 我们谢谢朋友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这礼拜我们看到川普访问日本啊 媒体报道蛮多的 不过花絮也多 包括他喝酒的时候呢 就碰一下 大家都知道川普他是不喝酒的 这有被很多的故事媒体也报道过 他登了支日本的准航母啊 也见了日本的新天皇 但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 跟老大请教的就是媒体下了一个标题 为什么从头到尾 安倍比上一回更加的殷勤当一个地陪 而且招呼的无为不至啊 媒体就下说 为什么安倍甘愿当地陪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进入新令和时代 第一次天皇跟外国元首 也就是最重要的美国元首见面 所以这个安倍他就必须要考虑 主角不是他 但是呢要角是他 那他呢 所以他们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外部就讲过 就说马克宏的经验 就对安倍啊只是好一点 安倍根本没有感觉到 所以他们就是对安倍 必须要让他感觉到非常非常好 你说对川普 对川普 对川普一定要感觉这样 所以我是讲说 先写个打游的时候再讲 你每次来都在打游 安倍上次陪打球 还摔一跤 还摔一跤 为什么讲奇妙摔跤 有人说是真的摔跤 有人说故意摔跤 奇妙摔跤像小丑 这回费心当导游 川普开心配合秀 川普真的是很开心 配合他做了两个秀 哪两个称 一个就是相扑 相扑 一个就是 就是到他的这个 到他的这个 航母 准航母 为什么这两个对他很重要呢 第一个 相扑在今年那个樱花祭的时候 就是陈平最后樱花祭的时候 他写了两首排句 排句只有三句话 他说五音七音五音 他两首排施 最后一句话都叫八重音 八重音什么意思 大和精神 大和文化 所以我上次你来打高尔夫 我打的是你西方绅士的运动 这一次我让你看 日本武士大和武士的运动 所以看相扑 那在相扑他是惊心 那个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而且他 而且那个 本来在贵宾室 川普偏偏要到那个 他看近一点 他要看近一点 然后呢 他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那个时候特地 又怕他 他那个他前面都是一个椅垫 是蹲坐或跪坐 那川普那个胖 他根本坐不下去 他跟他安了四个沙发 给他们两对夫妇坐 结果川普又很靠近 靠近去整个看 那然后呢 他们以前有个习惯 就是觉得不错 他这个图表 就中间那个 他是那个 那个椅垫是甩过去的 但是怕甩有攻击 所以都觉得那是完全不能攻击 那对日本人来一个感觉 哇 因为很多人不懂日本相扑 那什么东西 两个大肥猪这样 砰呀 就定输赢了 看了懂了很喜欢看 看不懂搞不清楚 所以他们会觉得 美国总统会重视我们这个运动 这表示什么 他就合乎了川普他的重量 他要坚定大和军神 也就是一个大和王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川普不管修宪成功不成功 就是说 安倍 安倍对不起 安倍不管修宪成功不成功 他希望就是日本的军队能国家化 能够正常化 那么川普呢 陪他呢你要知道 川普呢 到恒须贺的黄蜂号 不是只有看黄蜂号 你要看门道 他黄蜂号直接升降机下去 在那个勤机库呢 是什么 300名日本军队 200名美国海军战队 是在那里讲 这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每日一个 然后完了以后 他立刻呢 又搭直升机 就到了什么 两栖攻击舰 黄蜂号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加贺号呢 是两万六千吨 那个是四万吨 而四万吨还有什么 他除了一千一百名呢 这个舰上官兵以外 他可以搭载一千六百名 海军陆战队 而且这个海军陆战队呢 是跟冲绳 美国第三十一军海军陆战队 远征部队呢 是配合演练的 那这个情形可以讲的吗 美日同盟 原则没有变 但是直变跟量变 什么叫直变 以前是防守性 现在有攻击性 那攻击性呢 他表面上是占美国的攻击 他表面还不占攻击 其实那个 加这个F-35B就是攻击的了 以前有讲过 辽宁号不怕这个 不怕这个日本的这些轻航母 但轻航母如果配对F-35B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辽宁号也会改变了 也会进步了 也要经过一段时间进步 第二个就量变 什么叫量变 以前日本就是什么 保卫本土 后来就是海岸一千里 现在呢 而且川普特别强调 去年的到印度洋的一个演习 意思表示他已经走出去了 走出去 所以这个来讲呢 对他来讲呢 就是说 对这个可以满足到呢 川普安倍的一个威望 所以对他7月的这个参议院选举呢 会有帮助的 难怪如此 从一开始到离开 时时刻刻如影随心 配合两场大秀 刚刚老大提到了 一个川普 不管 包括这个重视大和文化 对 第二个是 一起登了加二号之后呢 插得变了 已经等于是 帮日本航母改装 以后开个绿灯 然后也这个 从美日同盟直变 以前是防守 现在变攻击 好 这一部分我要特别再 请教一下委员呢 因为我们把它列出来 好 每日贸易谈判 减少贸易日差 安倍呢 其实也还川普一个大礼物 就是下单 下单干嘛呢 要买105架新的F35 逆中战机 如果加上之前 日本本来就有了 40几架的话 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将近150架 F35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是拥有最多的了 如果说这订单下去的话 那等于是 在东北亚 靠近北京 这么近的地方 有一个 150架 F35 战斗机群 这个影响 应该是蛮大的 我觉得 不 因为大陆也在做歼20 歼20 歼20要跟它比拼 当然也要F35 不然怎么办呢 那歼20听说 现在有20几架 不过 因为是大陆自治 所以它的速度 应该也会很快 所以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本来就会 军事上他们本来就是竞争关系 我倒是觉得 不过川普并没有给安倍最想要的 就是他对那个钢品的那个加税的部分也没有取消 所以 坦白讲它的贸易矛盾 也没有因为这次的访问解除了 所以当美国的盟友得不到一点好处 都没有得到好处啊 比如说你印太联盟 最重要的不就是日本跟印度吗 那两个现在都是 在经济上都被他欺负 所以川普事实上 并没有给他明显的礼物 因为我觉得F35 本来美国就是要卖的 并不是说一个意外 不是啦 那也希望日本能够多分担一点军费嘛 那对于日本的一定适度的这个 军事的自主啊 美国事实上也是支持的 所以 川普可以说是给了安倍很多的面子 对 但真的礼一字 没那么的实 没那么虚担 其实有一个面子他也没有给 你今天到了日本 日本有这么大的威胁 来自于北韩的这个飞弹 你竟然说这是小事情 我觉得这个 对日本人来讲就是 我们这么重视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的威胁 你怎么可以把它当小事 他说不在意北韩试射短程弹道飞弹 不过这个短程 这就表示说 都落在日本海 对 丢在日本这边 那就表示说 你根本美国人 没有把我当作好文 你就说万一我被射了 那反正射不到美国人无所谓 这个心态上面 我觉得对日本 对安倍都不是好的 安倍可能也私底下 有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他的心情 因为他可能可以在北韩这地方 扮演更多的角色 因为他准备 我Ready要去建计 来美中台三倍的关系 这个礼拜出了一些新的变化 那对于台湾来讲 可以对外宣称是很多的外交的突破 包括了过去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正式把台湾这两个字放进去了 叫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当然这对蔡政府来讲 真的是一个强心针 当中还包括了上个礼拜 我也有稍微点一下 就是我们的国安会的秘书长李大为 到了美国 见到了现在川普旁边最佳的心腹 鹰派的波顿 这个讯息出来之后 我们观察一个礼拜以来 似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发酵 我先请教一下颜老师 把台湾美国放入机构的名称当中 的确在过去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算是外交的突破吗 我觉得就是说从1994年 这个当时对华政策 对台湾政策的调整 克林顿政府任内 把那个CCNAA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我们在美国的办公室 改成叫做代表处 改成就是叫做 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我觉得这个 是当时的第一步台北 至少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机构是什么 过去我们在这个改之前 我们在各国的非邦交国家的代表处 名字都很难听嘛 譬如说像在澳洲叫做远东贸易公司 然后在西班牙还是 也是这个孙中山社 然后在这个香港是中华旅行社 所以有各种很奇怪的名称 那因为美国开始改了 所以后面全部都改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突破 可突破的完了以后 大概这个北美北邪 这个在台湾这个基地没有改 对不对就等于是AIT在美国 这样一个对口单位 我也听过说那个要改的话 其实还是蛮花蛮多钱的 因为要很多法律上面过去做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改了我觉得当然对台湾来讲 算是一大突破 但是你如果回头去看这个 我们讲李大为跟波登的界面 我倒认为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为什么 第一点就是美国的也是同样 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对台湾的政策的八项调整里头 并没有就是说把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 放作或者说过去的惯例 并没有说是五个不能进华府的人 我们通常会讲到就是总统副总统 行政院长 然后这个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大概是不行进 可是1996年发生台湾危机的时候 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丁茂实 其实也在华府 所以你如果要问这个 那当时他也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并不是说 而且还是跟国防部长见面 跟培里见面 所以你如果今天回头来看 这个不算一个大的突破 但是对台美现在的 譬如今年刚好台湾关系法 40周年一年串的 这个有新的法律 像这个台湾保证法 虽然参议院还没有通过 但是很多对台友善的保证 这种立法act或bill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决议案 再加上这个来的这个团体 成绩也没有特别高 而且还是前众议院议长 但是这个我们讲以量取胜 那这个又是又加了一个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美国在表态支持小英 老师我就好问你这问题 因为老师常去观察美国 毕竟现在波特是川普 身边当红的嘛 对对 没错 你会把他解读是川普政府 听小英吗 我认为绝对是 因为川普政府对于其他的人 了解不是那么够 而且不知道他们未来会什么 小英已经经过了三年半了 那大概美国觉得说 他就是不会去闯祸了 那国委员 这个东西民进党政府 应该会大肆的包装之后 发表做一些更多的一些 媒体的曝光 但一个礼拜我看不到一套 在台湾有更进步的发酵 不 台湾改名这个是有做宣传的 我说的是李大为借那个 不 李大为 借波特的事情 我借面刚刚那个严老师讲得很对啊 嗯 就是除了那五大人物啊 国家安全会的秘书长 我倒不是 我不认为是禁令的 那五个人 不是啊 其实重点不是 见面这个形式啦 可是他们在谈什么 嗯 因为有人传出就是 下半年小英有可能要去访问加勒比海的邦交国 所以过境华府吗 不知道 Nobody knows 你笑的很有那个微笑 因为最近我也听到金菜隆一些演讲 他就公开讲这件事 他认为下半年 美国会打台湾牌啦 金菜隆在演讲 他就认为说 他认为贸易战今年下半年 渴望会告一个段落 暂时啦 这个当然会一路一直打啦 会转不同的战场 可是他认为贸易战下半年应该会 告一个段落 可是他认为美国 另外打牌 最可能打的牌就是台湾牌啦 这金菜隆公开讲的 那他也提到美国国会 确实有人在酝酿要邀请小英去华府嘛 虽然还没有到佩洛西那个层次啦 可是确实在酝酿中 所以 反正加勒比海先弄嘛 嗯 那过境先确定嘛 那至于要去哪里 那到时候再看氛围嘛 嗯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可能在讨论 所以感觉有 前置铺梗的feel啦 当然有 李大为见了 波顿耶 但 谈了些什么具体的实质 现在先没讲 不过 要确定 蔡英文要在党内出现了 这一部分 当然是这样 不过我想问一下老大 因为在2020选前 美国挺台动作只会多不会少 刚才委员也提到了 包括对外的学者也在估 下半年可能会有些更多的动作 甚至蔡英文都有可能去加勒比海的时候 过境 华府都是选项 可能性之一 你经常往返两岸 北京的底线有浮动调整吗 因为我们看到北京底线如果被踩到的时候 之前已经出现过的军演 之前已经出现过的 这个战机飞越海峡末期中线 也让小英刚刚好就捡到枪 变辣台北 变辣台北之后呢 民调就升了 就在往上面走了一些 所以北京在操作上面的确 是要小心翼翼的 你怎么看北京 当然北京才都是看你美国那个了 那美国当然就是说 你说这个李大为这个事情 他们讲就是这个蔡英文外交突破 我都不觉得了 但是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 天上掉下来礼物也不见得 你怎样天上掉下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你现在还很难断定 但是下半年开始 贸易战慢慢慢慢这个缓下去呢 台湾牌这是必然的 一定会打 那么美国的战略就是你的红线在这 那美国这个脚在上面 我们看到好像要揣 但是他也没有放下去 他一直在这边掉胃口 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做呢 香格里拉 这个香格里拉上次这个 最近在这个开会 在开会这个 他的国防部长只是原则性讲 但是他的这个 他的战争研究院的研究员 一个叫赵小卓的一个大校 他就是很明的就是 就是我们不希望武力 但是如果真的要动 我们就是要武力 那在这个我也是必须要提醒这个民进党政府 最近汉光演习 在研究了公路起降 出港抗敌跟反登陆 是三个大精彩的事情 我在这我敢讲一句话 真正中共武力犯台 这三个都用不到了 因为中共武力犯台 它是先制齐席 中共的军队你注意 它的两个特色 一个欺骗 一个齐席是最厉害的 先是欺骗蒙文 然后齐席 他三次他什么 夺你三个一个磁电拳 一个制空拳制海 他的制空是制机于地 你的飞机在地上分不起来 然后他的制海拳是制建于港 他是让你瘫痪 他不毁灭瘫痪 然后呢 他双超多维进攻 然后呢 他八步二组不争 他演戏十年多了 结果我们这次还在演戏这个 所以我敢讲 我敢跟蔡英文打赌 如果中共来 你用得到公路起降出港反正路 你枪毙我 说扰乱金星 如果用不到这个 那你献国家于鬼王 你枪毙 本来我是想跟郭正亮赌了 赌这么大 在结局上赌这么大干嘛 但是我是怕 因为那个观众他喜欢亮亮了 都舍不得你牺牲 所以我现在就跟这个 所以我跟这个 就要改啊 就跟这个 小新竹 真的 不要骗 其实包括很多军事团队都讲 反登陆应该不会是解放军的选项 因为毕竟人要上来的话 而且他的演戏已经十年以上了 他里面部队要拍多少 他的那个整个 所以他现在是制 然后他是多维进来了 老大讲到这里 我就请教一下老师的 因为我们看汉光演习这么多年 没有看过在台北的街头出现这么多飞弹 这次是特别把飞弹 爱国者三号放在大家和平公园 你有什么解读 回到我小时候啊 在这个新生南路柳公郡上面 看到的坦克有点像了 那个时候每年国庆都要把坦克放在那边 那是要提醒全部的国人这个为安议事 对不对 应该是啦 我觉得就是说代表就是我们有能力 然后做 你看后来台湾跟大陆关系稍微有点缓和之后 我们连阅兵都不完了嘛 对不对 就是代表之后 我觉得小英可能还是希望激起一些议事 可是这个 你做了这些展示都很好 可是面临还是两个问题嘛 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改成募兵 如果你今天募兵 然后你又募不到最想要的 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军队 像美国很多人想重军 是因为不仅可以决到最高的科技 最先进的东西 而且这个当兵之后 你看像美国现在在选总统 那个打过仗的 去过伊拉克的 去过阿富汗 那个放在他们的战争上面 都是加分的 职业被尊重 对 那个职业是很被尊重 台湾就没有嘛 所以你今天摆这些东西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对台湾的民心 还是更重要 你觉得这摆过去 对他 对小英总统 选票民调有加分吗 我觉得还不如 找民进党政治人物 他们的孩子从军更好 表示有捍卫台湾的决心 更具有说服力 对对 他们签署 台湾打仗绝不离开台湾 因为 我们等一下就回来看 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聚集更多支持者的力量 这个周末 对于很多韩粉来讲 是非常期待的 但台北结合下了一场大雨 我们回来看看画面 对于很多韩粉来讲 6月1号他们期待很久了 想要把这段时间累积的一些闷的气 吊在凯道 吶喊出来 本来今天下午两点多 下了一场大雷雨 这雨真的还蛮大的 但是看起来 交不起韩粉的热情 这个画面是在凯道上面集结 警服眠的周边 看起来真的是 撑着雨伞 人山人海 那主办单位在今天下午宣布的数字呢 是达到了15万人 但有没有这么多 警方在稍晚呢 还会再做一个最新的数字的公布 不过场面看起来 这算是韩国瑜 他第一次到台北办 不是应该说是韩粉聚集起来 帮韩国瑜办的第一次 在台北市的场子 因为之前韩国瑜到台北算是辅选 是别人的场子 那这个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他在历经了议会民调下滑之后呢 再一次凝聚人气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之前就有媒体一些分析论文说 如果在6月1号的下午 现场集结10万人以上的话呢 代表说国民党的初选结束了 就是韩国瑜了 如果突破20万人以上的话呢 基本上总统大选也结束了 就是韩国瑜了 这是一个名嘴的一个说法 但这个数字 等一下进一步请教三位来宾 我先来请教一下老大 因为在这一场 凯道寒流集结的前一天晚上 看到的动作是韩国瑜 他发了声明 同时也去地结署暗邻控告吴子佳 所以有人说这段时间吴子佳 这么多的爆料 等于是给韩总一个最好的动员令 你怎么看 让韩分有动力 来集结再凯道 通常在选举有一个术语 道不棒不薪 人不骂不红 你毁谤我 会让我兴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还有一个高雄市的议员 有的时候也是读点书 他说韩国瑜要告 为什么不在高雄告 要到台北告 其实因为被告住台北 法律有个规矩 要到被告的住所去告 所以他是应该到台北告的 但是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凝聚了气 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并不是很好 天气并好 那这个人有这个气的时候会这样 越不好他越会来 有时候天下 今天人一定很多去急死了 怕没人怕没人 所以这个群众心里 是很难讲的 但是就是 所以他可以 今天可以讲 他一炮而红 都穿红的嘛 都拿红色而红 但是他要注意到一点 穿红这一服有安排的 要唤起当年红三军那个凝聚的气氛 红三军是推 是要推倒一个贪腐的一个总统嘛 那这个当然是抗一个无能的总统 那当然也可以 反正就是反对总统 就抗议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告的事情 后面会怎么样 这个本省人 本省的政治界 他尋荣政治 他有一句话 他搞政治 就是啊 就像那个农村 洗番薯 洗地瓜 农村洗地瓜 是好大的桶 大概有我们的桌面 这么大的桶 那人在上面是揣的 那揣的时候呢 有一些揣下去 一些地瓜浮起来 又揣一些地瓜浮起来 那有些这个 那个烂的臭的 就丢掉嘛 然后再揣嘛 他们洗木瓜 其实地瓜是这样揣 所以他再比例一句话 政治人物就是这些地瓜 只要你不是烂的臭的被扔掉 你今天被揣下去 可能明天浮起来 你今天浮起来 可能下一波被踩下去 所以这也就象征 候选人的民调 所以呢 他这个告呢 要看了 吴子佳 他是这个八告八败了 所以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信用力 也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事情呢 有一些事情 抓到一些对韩国瑜不利的话 那他很可能就变成是 烂掉臭掉的地瓜 你说官司内容还要再看 所以这个事情还要再看 如果这个是 如果这个是完全都没有 欲战欲勇的话 那我是觉得他是 其实吴董事长也常来我们的节目 我们最近想要罚他 但他最近比较多的事情 也就要常去法院 但是他有没有八次失败 得出一个经验 是深冬及西 告的是这个事 但是是要让另外一个事凸显出来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息可以观察 因为现在看的时候 在选举 现在看的是海浪 海浪不是海洋 我们常常说看海 看海浪就看海浪 那海啸是从海底出来的 会不会出现海啸 现在外面有很多 船员纷纷 所以这个韩国瑜上次 这个整个造势 韩国瑜八二三以前没有 都认为他绝无可能 是八二三一个大雨 弄了五千个洞以后 开始发现他不无可能 最后是婆有可能 最后是必有可能 大有可能 老大说这个 这个还有七八个月 这七八个月会变化很多 海底会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还是要观察 但是我们也恭喜 韩国瑜跟他的知识可 今天这个场面是蛮好看的 你觉得撑得还不错 这个场面 还可以看 因为今天的天气 我们要考虑天气的情况 但是说天气不好 那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很有气来的 都是挺他是很有意 有气 很扎实 扎实的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海啸如果够大 卷起那海底一些东西 我要问委员 如果说 吴子佳控告韩国瑜这件事情 有这个外遇或死生子的事 真的有这么黑的一个 大的黑历史的话 在去年最激烈 他跟陈其迈到最后关头那一刻 如果真的有 怎么可能会没有人 把这讯息给民进党 或给陈其迈 所以表示不是民进党搞的 所以表示不是民进党搞的 我跟你讲邱毅喔 邱毅他前天就写了一个很大的微博 我是觉得有点道理 他说他是以这个抓毙专家过来人的 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他就说 他说 这个事情看起来 很多人就不认为是民进党早就有证据了 那很多人当然就会联想到 他们现在在初选嘛 国民党该初选 所以吴子佳的资料是 有另外 就是至少不是绿的人给他的啦 因为如果去年这么危急 陈其迈的阵营为什么不用 这是很多韩粉红的问号啊 而且这个是一枪毙命嘛 对啊 所以 那我也问了吴秉瑞 吴秉瑞是新庄选区的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啊 我们就说你 真是有愧新庄王这个封号啊 真是 但是选高雄市不一样 选高雄市 这个事情在新庄 应该要清楚 因为王小姐住在新庄 没有还有上次高雄市你要报这件事情啊 高雄市人就像那个陈之中嫖记 不影响选票 不可是市长真的 市长在这个 差距那么近的时候可能会 现在还有那个时候 你们对韩国瑜没有想到他会起来 等到红起来的时候 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 那我跟你讲 到11月1号之后大概就知道了 知道是他拉开了 知道是他拉开了 因为凤山照是做 但是你 但是你投票是11月24 还是 那这一次已经长时间 我跟你讲 我们11月1号党内的民票 韩国瑜就领先8个百分点了 所以 即使陈其麦正宜没有讲 网路也会出来吧 对啊 也没有出来啊 就好像那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韩寒粉 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有的话去年就出来 不 另外一种 理解就是有人在搞他嘛 对 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可是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搞他 所以市长也不是无止家这个事喔 还包括黄光琴喔 黄光琴的脸书那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开始欸 他不是说3200加500 说请你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还有说你去酒店啊 手放哪里 这个跟这件事无关欸 所以然后一周刊又刚好是礼拜三出刊 封面就是 这个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有很多股力量喔 我觉得有很多韩粉就会觉得 有膜股力量在运作啦 可是 因为我们党内很多人都在问我 说你们无止家到底资料哪里来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那就他就认为他有资料这样 那邱怡还讲到另外一个点 我觉得他真的是老模深算 他说喔这样刺激 韩粉出来 那今天这个场就会有悲情的味道 那事实上有一个 他们今天有三大主题啊 那个庶平总统团结台湾 这是两大主题嘛 还有一个主题叫 要让抹黑上膽嘛 这个是第二个主题啊 那这个主题就是说 那如果 韩国瑜最后是小苏怎么办 你说在党内初选民调 小苏 比如说假设是郭台铭 最后是小赢韩国瑜 那这些人吞得下去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说本来喔 他在打高雄的选战 那基本上是爱与包容 是主调嘛 那因为这种事情如果加进来之后 那你受到委屈嘛 那你就会有那种悲愤的心理 那你前面还讲过另外一个悲愤啦 说有权贵密室在搞你 对不对 所以这些会被串起来了 那串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 我支持你的这些韩粉最坚定的这些啊 就变成铁卫队了 那铁卫队如果我又联想成是有人搞你 那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回归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其实同样的问题在民进党那一期之前 也有同样的小数的一个风险 你们会长也好不到哪去 这是有刚刚提出来的 没有错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谁最开心 柯文哲 给他看个数字 这最新的民调26到28号做的 所有的民调包括了美丽岛电子报 这个可能有机构效应 这个过瑜也可以做个解释 反正柯文哲全胜 不管来绿怎么样柯文哲都赢 另外一个是ET TODAY的民调 你看这个柯文哲也没输太多 虽然说不同的排列组合 郭台铭跟韩国瑜都胜出 但是在ET TODAY的民调当中 郭台铭的还比 赢的还比韩国瑜多一些 但是柯文哲就是翻盘了 其实不只是美丽岛电子报 包括了联合报的民调 所以说柯文哲这段时间也都是拉高 但你要问 不管是媒体记者或一般的老百姓 柯文哲最近做了什么样的大的造势 没有 什么样全新的政绩 你讲不出来 因为记者也讲不太出来 每天出门就捡到枪 就是蓝绿自己互砍嘛 然后有人说他当初成立的 台北市政府的廉政委员会查四大弊案 到现在巨蛋也都快搞好了 现在议员 这个检议员提出那些录音带 说你在桥蛋 沙桑利也没有 他的民调就是上来 请教老师长期观察选举 凯道破10万 国民党内初选结束 破20万大选结束 都是韩国瑜赢 这是一些名嘴的说法 你怎么看这个数字 我自己看 因为我都是研究美国政治嘛 那我们看到美国政治里头 特别是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说 这川普根本就是来闹的 不应该会赢 结果他在共和党初选 就赢了 然后认为说 他不可能赢希拉蕊也赢了 然后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多少负面的资料出来 录音带他讲的话 说我喜欢去偷摸女性下体的 这些都出来 没有一个杀到他 就是他的粉丝已经心狠意绝了 就说我要偷他了 他有道歉 没有 那个道歉也道得 他说没有 他一开始讲什么 他说那个只是我们男生 在私下跟医生聊天 吹牛可能这样 可是你都被你录到这个地步 都没有冲击到他 所以我的意思 当这个选民已经 这个我们叫做 英文叫emotional investment 就是我的情感 已经投资在你身上 我撤不回来了 朱立伦有句话 如果真的是这样 好像人家说 这也是台湾民族政治的悲哀 但是问题现在 那你要讲 台湾民族政治有过30年 那美国200年的民族政治 是这样的悲哀 就是大家都那么忙碌的便利 就是当你的情感投资下去之后 你无法收回了 你就继续盲目投资下去 这还是有对华盛 对华尔街的 对华尔街 对华尔街